十位顶尖的生存专家 齐聚在一座偏僻岛屿 挑战生存100天 坚持到最后的选手 可以迎走50万美金 这是技术的比拼 更是毅力的较量 只有真正的大佬 才能满载而归 历时计的荒野独居 场地定在加拿大的萨斯卡彻温 这里有一处原始而又富饶的岛屿 称为驯鹿岛 岛上不仅生活着许多食草动物 还有可怕的黑熊 这里机遇和危险并存 第一位选手叫做卢克 今年39岁 刚抵达的时候他无比的兴奋 这一刻他已经期待了很久 他的父母都是户外生存的专家 他们开办了许多学校 卢克从小就学习这些本领 现在终于有机会一展身手了 对于冠军他是在必行 不过首先迎接他的 却是一个糟糕的消息 沙滩上清晰地显示一些熊爪印 看来他进入了黑熊的领地了 卢克在紧张之余 也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兴奋 如果他能狩猎一头黑熊 想必就能解决食物问题 他准备到树林里探索一番 而他的运气相当不错 没走多远 竟然看到了一只松鸡 这岂有错过之理 卢克弯弓搭剑 他的动作行云流水 一下就命中了目标 不愧是名门之后 这剑法相当地精准 松鸡还没有完全断气 但下一秒他就被卢克凝断了脖子 卢克把松鸡挂在腰间 晃晃悠悠地回去了 第二位选手是艾伦 今年51岁 他的心态很放松 来这里的第一件事 就是畅游一般 因为现在的天气还有些炎热 艾伦是一位高中老师 他不仅传授户外课程 还有社会学和英语 从小他就热爱各种户外活动 参加过很多射箭比赛 这次他自认为拥有主场优势 因为他在加拿大的一些地区生活过 环境和这里非常相似 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非常支持他 看到他女儿的那一刻 我忍不住喊出一声 岳父加油 现在艾伦准备用木头 制作一个诱饵 把他削短以后绑上鱼钩和伞生 模拟出一条小鱼的形态 用它就能钓出缩子鱼 这座湖里生活着很多种鱼类 包括攻击性很强的鱼 比如缩子鱼和狐尊鱼 而当下正好是狐尊鱼产卵的时候 它们会更靠近岸边 为了这次的比赛 艾伦做了很多准备 他主动增肥了18公斤 并且从内心强大自己 掌握了各种克服孤独和恐惧的方法 思考间 鱼线突然紧绷起来 这是有鱼上钩了 艾伦急忙收线 一条肥硕的狐尊鱼 被它拉出了水面 看到它还在挣扎 艾伦一棍子敲死了它 接下来就是开膛破肚 这是一条雌鱼 肚子里油满满当当的鱼籽 这些是海味受精的鱼卵 可以食用 不过艾伦并没有吃鱼籽的习惯 但是在这里 每一份食物都很关键 因此他准备尝试一下 他把鱼籽放入锅里煮 等到天彻底黑了 鱼籽汤就煮好了 艾伦尝了一口 味道果然很奇特 难受的它差点吐出来 时间来到第二天 卢克昨晚并没有睡好 海滩上的风很大 他决定在今天搭建一个庇护所 途中他看到了一些浆果 虽然它们的个体不大 但能够补充一些维生素 本着咽过拔毛的精神 卢克把浆果全部摘了下来 尝起来酸酸甜甜的 味道还不错 可他突然停了下来 并且提高了警惕 原来他看到一头黑熊 从远处经过 卢克准备去追踪它 这真是一高人胆大 即使是可怕的黑熊 在他眼里也不过是 凶一点的食物而已 很快他看到了那头黑熊 他试着射了一剑 可惜并没有命中 于是他又补了一剑 但同样没有射中 而黑熊一溜烟就跑掉了 惋惜之余 他得上去把剑回收起来 因为每位参赛者 只能携带九支剑 第三位参赛者叫做李 今年59岁 第一天他就搭建了 一个临时的庇护所 因为这地方随时都有可能下雨 保持身体的干燥 才是最正确的做法 他来自遥远的阿拉斯加 拥有一半的阿萨巴斯坎人的血统 这是一个阿拉斯加的土著民族 以打猎和捕鱼为生 小时候 当别人还在上学的时候 他却在打猎和设置陷阱 这种生存的本能 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的基因里 现在他准备制作鱼竿了 他的策略 事先从捕鱼开始 在保障食物的前提下 再去考虑其他事情 附近突然传来巨大的响声 李疑惑地寻了过去 水里好像有东西 他仔细辨别 看起来像是水塔 可惜他现在没有船 拿这只猎物并没有什么办法 第四位参赛者是朱迪 今年45岁 他找到了一处天然的床位 软绵绵的苔藓非常舒服 朱迪是一位乡下的农场主 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 这一生都是在追求狂野和自由 曾经因为从农具上摔下来 差点导致终身残疾 恢复过程整整花费了三年时间 最终靠着非凡的毅力 重新站了起来 这一段经历将会成为他最大的保障 因为相对而言 他实在想不到可以放弃的理由了 现在他要搭建一个临时的庇护所 因为这里有黑熊出没 有一个庇护所 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很快夜幕降临 在艾伦的家门口 有一只猫头鹰正在不停地盘旋 看着这一幕 他忍不住哭了 因为在他的家乡有一种说法 猫头鹰是灵魂的使者 而在他父亲去世的时候 同样有一只猫头鹰出没 所以他忍不住猜想 难道是爸爸来看我了吗 这一刻 艾伦心中迸发出无限的动力 他不想让家人失望 时间来到第三天 李从睡眠中醒来 今天他有一个大计划 趁现在还有力气 他想制作一个木筏 他的身体相对比较瘦弱 如果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食物 他根本扛不了饥饿 而设置雨网是最有效率的生存方式 既能获得食物 又不耽误他做其他事情 时间不长 他就组装好了一个木筏 但能否可行 一切还是未知数 李深吸一口气后 果断地站了上去 还好木筏撑住了他的重量 现在李要探索一番这个水域 本赛季节目组允许选手们布置雨网 很快 他就找到了一处风水宝地 准备在这里放置雨网 第五位参赛者是凯德 来这里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搭建一个临时的庇护所 然后进入了打猎状态 他的野心很大 想要狩猎一头驼鹿 他从画树上包下来一张树皮 把它卷一卷 当成一个号角 接着开启了寻找陀鹿之旅 很快他发现了陀鹿的踪迹 于是他在第一时间准备好了武器 然后拿出号角 开始模拟陀鹿的叫声 一种空旷而又荒凉的声音 传荡在荒野中 犹如原始的召唤一般 凯德静悄悄地聆听 果然听到了稀疏的声音 说明有一只陀鹿正在接近中 凯德立马靠了过去 他现在紧张万分 可惜前方的猎物是一只林地驯鹿 这是一种宾威物种 受到法律保护 所以他不能猎杀 凯德很郁闷 忙活了半天 却吸引错了目标 现在他非常饥饿 只能寻找一些僵果来冲击 凯德是一名职业猎人 通过打猎来维持生计 他定居在洛基山脉 已有十多年的时间 他的生活很幸福 有一个漂亮的老婆和可爱的儿子 如果他能迎走奖金 准备在家乡开办一个骑马营 他对自己的打猎技术非常自信 所以根本没有给自己增重 可惜现实有些残酷 三天了 他却没有遇到一只猎物 但天无绝人之路 前方竟然出现了一只松鸡 身为神剑手的凯德 又岂能错过 他一剑命中了目标 现在他终于有肉吃了 等到夜幕降临的时候 松鸡已经被他煮熟了 也许是饿了几天的关系 感觉这鸡肉美味极了 时间来到第四天 朱迪这几天 一直在忙碌于搭建木屋 饿了就吃僵果和植物 虽然没有吃到肉 但他依然有一些饱腹感 仗着自己有满身的肥镖 他决定先完成木屋的搭建 而这个决定是一把双刃剑 很多选手都是因为体力消耗过大 又没有采集到足够的食物 进而无奈地退场 但如果成功 将会迎来一个完美的开局 朱迪的父亲是一位木工 所以从小他就擅长盖房子 而这也是他敢于冒险的底气 与此同时 李花了一天时间 编织好了一张鱼网 今天他准备去布置鱼网了 他划着木筏 来到了之前踩点的地方 并把鱼网放在了这里 希望他能带来好运 但被动等待并不是他的风格 他还要主动出击 而钓鱼是当下的最好选择 他制作的鱼竿带着一个仿车轮系统 不愧是专业人士 而他的钓鱼技术也是一流水 时间不长 就有鱼要勾了 李晨着冷静 不慌不忙地把鱼拉到了岸上 这是一条不尊鱼 个头还不小 看着新鲜的食材 他忍不住尝了一口 这口感相当不错 现在他要趁热打铁 去检查一下鱼网 而他的幸运还在继续 鱼网李捕到了一条鱼 李哼着小曲接受了这份礼物 他感觉比赛正在步入正轨中 一切都是他熟悉的节奏 时间来到第六天 凯德看着湖中的野鸭子 眼馋不已 他很想吃肉 可惜这些鸭子们并不游到这里 他只能去树林里继续寻找猎物 前几天猎到的松鸡 早就被他吃完了 现在他需要一份新的食物 但寻找了一上午 他是一无所获 而且还发生了一件糟糕的事情 凯德大叫一声 我的天啊 我的剑丢了 没有剑他还怎么打猎啊 这真是晴天霹雳 难过的凯德差点流出了眼泪 他得试图去找一下剑带了 可惜等到夜幕降临 他依然没有找到剑带 凯德很崩溃 但让他因此而退出比赛 他是非常不甘心的 他不断地鼓舞自己 一定要振作起来 意志会改变一切